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渗透高新区制定出台升级版高新区人才政策13条 从创业补贴安家补助等方面叠加政策支持 推进高新区科技经济人才综合发展 我是各地发挥特色文旅资源优势 举办丰富多彩文旅活动 聚集城市人气激发消费潜能展现城市活力 超南区特殊教育学校舞蹈老师姚云宜 用爱心和耐心助力听障儿童在艺术中找到自信和力量 获平2023年第二季度广东好人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2023年8月26号星期六农历7月11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 寒江溶江炼江水系联通后续优化工程 首批顿购顺利完成始发 这项重大名声水利工程 预计2026年初建成通水 将切实提高越冬供水量和应急供水能力 形成风窟调剂 多水源互补可持续利用的供水保障体系 这里是三江联通后续优化工程GX14号井的施工现场 那么今天工程的全线首批顿购是完成了始发 那其中越冬12号的顿购机 就是从位于关布镇的这个GX14号井 往GX13号井 整个隧道的长度是约1177米 那我们知道也就意味着从今天开始 项目将从整个顿购井的这种土建阶段 到顿购的绝境阶段进行 那我们知道这些输水广道的建成之后呢 在整个项目建成之后 在原来三江联通工程的基础实际上 通过这些输水广道 就能够将含江水调配到汕头市的潮汉潮南区 接洋市普林市 以及潮州市潮汉地区 满足越冬地区居民的用水需求 三江联通后续优化工程 共有14台泥水平衡顿购机开展作业 其中施工耳标越冬五号顿购机 位于接洋市接洞区玉瑶镇 碎洞绝境约2100米 施工三标越冬八号顿购机 位于接洋市荣城区炮台镇 碎洞绝境约2400米 施工四标越冬十二号 位于汕头市朝阳区关部镇 碎洞绝境约1200米 三条碎洞均将于2024年贯通 顿购机地下绝境施工将全过程严格受控 各项目部还建立顿购施工远程信息化管理系统 越冬十二号主要是在沙城以及粘土历程绝境 针对该历程 我们在敦购机捞具上面下功夫 刀盘上我们配有这个冲刷管路 那么避免在绝境过程之中 刀盘一个捷泥饼 那么捷径过程重点要做好这个参数控制 配有这个平稳推进 配合洞内测量及地表牵测 那么安全顺利地到达十三号工作井 做好环境水土保持工作 避免对周边居民及生态产生影响 寒江 熔江 炼江水系 联通后续优化工程 是广东省五宗五横水资源配置 骨干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程概算总投资101.18亿元 输水线路总长约71.65公里 总工期40个月 由粤海集团负责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工程预计2026年初建成通水 将有效缓解月东资源性缺水 和工程性缺水问题 对支撑月东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整个月东二期建成之后的话 核心的受汇区 是吉安的普林市 以及汕头的朝阳区和朝南区 供水的前端 还有潮州的朝安区 以及它的荣城区和节东区 整个受水的人口将达到850万 记者专访时指出 汕头坚定不移走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工业产业基础良好 发展成效明显 在数字经济时代 应通过强化法治保障 极具数据要素 以数字化赋能传统优势产业 转型升级 促进数字信息 共建共享 陈忠教授指出 汕头将于2023年10月1号起施行的 汕头经济特区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将为汕头市全面加快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提供有利的法治保障 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打造数字经济新高地 传统产业要抓住机遇 推进数字化转型 其实在这个文件里边我们也看到 它也专门提到了 就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制造业 形成它的这个产业的数字化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字化转型 那么它能够去在数字经济里边 能够达到1比4的一个拉动的这个作用 所以在这些方面的时间上 我们会看到这个数字经济 未来的发展 在产业数字化方面的话 对于汕头 特别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产业 比方说纺织 比方说玩具 那它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潜力的 2023中述大会上 陈忠教授分享了区块链 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 技术和创新应用示范案例 他认为区块链技术将在增强信任 规避欺诈数据资产化 增强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发挥作用 区块链它提出了一种新的记录信息的一种方式 而且大家参与 就像一起来记一个账本 是一个分享的分布式的共享的一个账本 而且记下来的信息 就无法或者说很难去篡改 那么利用这样一种可以把事实记录下来 而无法篡改的这样一种方式的话 它能起到一个增性的作用 随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立志投身计算机研究领域 陈忠教授希望年轻人做到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 要把自己的这个理论的基础 动手的这个实践的能力 都能够去得到扎实的这个训练 计算机的知识也是在快速的迭代之中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专业呢 它其实还是有很多挑战的 在这个里面它其实是个金字塔 所以呢有很多需要创新的 这个要攀登科学高峰的事 近日 汕头高新区在原先人才政策12条的基础上 制定出台升级版高新区人才政策13条 从创业补贴安家补助等方面 给予叠加政策支持 以组合式的政策礼包 推进高新区科技经济人才融合发展 8月25号 汕头高新区在深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 执行政策解读宣讲会 向原区企业面对面宣讲升级版人才政策 帮助企业读懂用足用好各项扶持政策 围绕人才隐喻用流关键环节 听取企业关于人才政策修订的一件建议和诉求 确保政策出台后的导向性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升级版的人才政策13条 坚持普惠政策和择优政策相结合 包括放宽区人才限制 降低社保年限门槛和提供生活创业补助 等13项内容 在解决引进人才的基础上 更着重人才的培育与使用 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这次新增我们一次性文才补助 希望把更多的我们这些资深的老员工留下来 另外一块就是我们对华侨青年人才 留学贵国人才 他们入住我们汕头高新区 国家级企业孵化器 我们是给他们提供了一定年限的免租金服务 这次也是我们新增的一个措施 另外一块就是对我们区内那些 博士工作站这些人员 他们在出站后一年内 到我去的各个企业工作 全职工作或者说是自主创业呢 我们是提供了一个安交费支持 分别是按20万元和10万元来进行发放这样子 高新技术企业奥新公司 从事光纤光缆研发生产 年产量超过1200万前薪 是广东省最大的光缆供应商 今年来企业加大特种光纤研发力度 对技术型人才的隐喻用流提出更高要求 对此次高新区人才政策13条的出台 企业表示欢迎 今年政策加大了对专业技术职生晋升的奖励力度 与我们公司的内部人才培养导向十分契合 另外今年新生的一次性稳财补贴 对于长期在区内企业服务的高学历 或高级技能人才给予补贴 也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企业留住人才 重能光伏公司则表示 此次关于企业高效合作的奖补条款 将进一步推动企业加快产实验合作 助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使我们企业更有优势地吸引和留住人才 提高了我们光伏清洗机器人 这个项目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暑假里各地文旅活动精彩分成 昨天下午 汕头豪江首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 网易云音乐十周年来电音乐节 在南兵新城体育产业基地田径场开唱 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人乐队轮番上台演出 与各地歌迷共赴一场激情澎湃的音乐盛会 这也是是体育产业基地举办的首个音乐节 音乐节从昨天下午五点开始 歌迷们在晚霞和华灯交替中 享受音乐节带来的快乐 对我第一次来汕头 汕头感觉大家都很热情 吸引我们一些外地的过来参加这个音乐节 然后来体验汕头的一些风土人情 体验汕头的美食 都是对当地文化特别好的 什么体育场啊这样的之类的场 都可以合理的运用起来 多开开这种吧 都带动一下汕头的经济 现场设立 多处融合音乐节内容和 汕头特色元素的景观供歌迷打卡 还有多个美食摊位 达豪鱼丸 东湖菊花 奥斯兰牛奶等特色农产品 行许多歌迷购买品尝 豪江区结合音乐节的举办 推出各大景区优惠大礼包 吸引歌迷们到景区休闲游玩 很开心 希望多举办几次 在家门口就能参加音乐节 这很好 期待更多知名的明星来上头 这次呢我们为音乐节的歌迷粉丝呢 是定制了四条的专属线路 那么串联了豪江众多特色的打卡点位 如南宾公园 朝博中心 东湖网红路 达豪古城 确实风景名胜区 有一天游的 也有两天游的 那么同时呢 还开通了两条线路 供歌迷粉丝来购买体验 改造升级后的市体育产业基地 在满足市体校教学需求的同时 向公众开放部分相应的体育设施 音乐节的举办 也进一步丰富了基地的功能 为做好音乐节期间的交通安保工作 市公安交警部门提前谋划 加强会场周边交通疏导 特别是这个海湾隧道的出口 还有这个朝人大道3号 我们的这个检票入口 这里加强这个警力的一个巡逻 还有这个交通疏导 确保这个会场周边的这个交通 能够顺畅 音乐节的举办 有助进一步聚焦城市人气 激发消费潜力 接下来 豪江区将围照打造 越东户外体育运动集散地的目标 举办一系列文旅体活动 打造豪江特色文旅品牌 坐到座墙区域户外体育运动品牌 打造南宾公园草地音乐会品牌 用音乐的盛宴来带火一座城 那么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精品文化 会名活动品牌 那么各项品牌的活动都会持续的举办 为市民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文旅体验 昨晚写礼至青春怀梦赴上海 龙湖区龙腾街道社区青少年艺术展演活动 在东海岸新城阿里山路海岸民居步道举行 夜空帷幕新城围景 山头市武术协会巨龙鹰歌队 鹰歌舞拉开活动的序幕 紧接着参加会演团队 线上了流行舞 童声演唱 架子鼓等近30个节目 吸引不少东海岸新城的居民和游客驻足观赏 8月16号到24号 城海区举办暑期文化艺术周活动 三大板块十多场文化活动 展示了良好文化底蕴和城市活力 文学名家总读秦牧顾礼系列活动 在秦牧先生顾礼城海区举行 以爱乐之城为主题的 属清乐洲系列活动 在户外音乐舞台中奏响试曲 当地民间青年乐队 音乐爱好者 潮聚社团等 在城海音乐厅 连阳河南岸 万里必道广义短 张陵谷港 红头船广场多地演出 营造了全民同乐的艺术氛围 氛围是非常好 我们也很喜欢这种很流行的氛围 文化艺术周活动期间 城海音乐厅还举办主持人大赛决赛 绍娃舞蹈大赛决赛 赛事的举办为深入挖掘 城海文艺星星 壮大文艺人才队伍提供平台 看到很多节目啊 就今天晚上看都很新鲜 都很好 而且演员的基本功都很好 正能让舞蹈走近千家万富 90后的姚韵怡是一名听障者 2020年 她从郑州师范学院音乐专业 龙人舞蹈表演方向毕业 选择回到家乡 成为潮南区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舞蹈老师 她用爱心和耐心 助力更多听障儿童 在艺术中找到自信和力量 8月24号 2023年第二季度 广东好人发布 姚韵怡榜上有名 在潮南区特书教育学校 姚韵怡带领听障孩子认真排练舞蹈 安静的教室里 老师和学生用心在舞蹈中交流 孩子们在舞蹈艺术中舒展自我 放飞梦想 而为了让孩子们能感知旋律和节奏 姚韵怡想了很多办法 学生们听不到声音 跟不上音乐节奏 我想了很多办法 利用古典 帮助他们感受音乐的节奏 利用地板的振动 帮助他们感知音乐旋律与节拍 让他们用心感受音乐 并通过反复练习 帮助他们加强对音乐旋律的感知 在姚韵怡的用心付出和孩子们的努力下 2021年 姚韵怡创编的舞蹈 《我和我的祖国》 在潮南区中小学生文艺会演中 获得二等奖 同年她带领学生赴广州 以自编自演的舞蹈节目 参加特殊孩子艺术节 广东省文艺会演 获优秀展演奖 姚老师在对于听障学生的这个舞蹈教学方面 我觉得她是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勇气 还有学生说她的梦想就是长大以后成为像姚老师一样 优秀的舞蹈老师 所以我觉得她在这方面给了学生非常积极正面的影响 那么这是对学生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和希望 教学之余 姚韵怡还常是在网络平台制作公益手语短视频 让更多人了解关注听障群体 获评广东好人 让姚韵怡倍感荣幸 她表示今后将继续加强舞蹈专业 以及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学习 更深入地走进学生内心世界 做学生喜欢信任敬仰的老师 为他们拨下希望的种子 一起奔赴美好的未来 汕头市中国潮菜之乡 今天下午 汕头市潮汕菜产业发展促进会接牌成立 标志着 我是潮汕菜产业迈入了全链协同共性 多元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促进会成立之后 将进一步深入挖掘和弘扬潮汕美食文化 提升潮汕菜在国内乃至国际的影响力 珠丽汕头申报世界美食之都 整合食品与潮汕菜上下游产业资源 提升企业实力 加快潮汕菜产业的全面升级和发展 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 推动潮汕菜产业的品牌建设 标准化生产管理 企业优化升级等 加快潮汕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把整个潮汕菜能够做成一只菜的菜 尽量做成一只菜 推向全国 推向全世界 把潮汕花圆光大 传播到全世界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呢 就会说把会员单位带出去 跟省内省外的一些城市 作为一个建品会 交流会 然后呢互动 8月24到26号 游市卫健局主办 市第二人民医院承办的 2023粤东地区 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区域 协作应急演练 在汕头举行 来自汕头梅州 汕尾潮州 激阳的紧急医学救援队 和汕头市疾控中心 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 等六支队伍 以及汕头海市局 汕头市应急管理局 市消防支援支队等单位 参加演练 演练现场模拟禁止 汕头遭受特大台风 及持续暴雨影响 某区出现洪涝灾害 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当地卫生服务能力 严重受损 越东医疗卫生系统 在省卫健部门的组织领导下 启动应急联动机制 赶赴受灾一线 开展紧急医学救援 及转运伤员工作 演练是对 越东应急队伍能力的一次 综合锻炼和检验 为今后应对灾后抢救防疫 各类公共卫生事件 提供有力保障 8月25号 由市商务局主办的消费节庆品牌 景善添花促消费系列活动 在市区泰安和胜广场启动 主题夜市雪糕节 多类型展会等首批八个项目 将在今年8月至明年2月期间 陆市举办 参与单位包括行业商协会 大型商业综合体 家居城 商超门店 餐饮商户等 商家配套在云陕复APP 和建行生活APP派发邮会券 吸引更多消费者和游客 来善旅游和消费 促进消费市场繁荣和发展 近100家国内知名家居企业 积极倡议和大幅让利 优惠力度更大 品牌倡议度更高 更能满足市民群众购物需求 今天的善头新闻播送晚了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可以关注 善头新闻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 各位观众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